欢迎来到男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顾俊叶的改变是成功的 大S在远处给了他支持 然而 他却被俊叶和女人的近距离合影拍了下来 有了这个最新的条目 S家族正在进行的关于大规模撕裂的系列更新了 曾在多家夜店当过DJ的顾俊叶 如今顺利完成转型 开启人生新篇章 20日 已极度低调着称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的大S 出人意料的再次发声 他发了对方的微博 转发了居君也在他的画展上展出的一些作品 他再次显示出一股无声的奉承 即使没有文案 也没有公开的评论 风波以来 大S与顾俊叶的关系性质 被称为世纪之谜 可谓贴切 有人说两人是7月结婚 也有人说居君叶的签证已经过期 准备启程去韩国了 然而 现实的情况是 大S和顾俊叶相爱的程度 比他们爱金剑的总和还多 他们对彼此的爱超过了对金剑的爱 不仅张蓝造谣说 夫妻俩偷偷丢下孩子一起在国外待了五天 其他人也纷纷造谣 现在半画展 大S就在帮着顾俊叶打广告 大S的助力或许可以在下面这句话中找到 众所周知 顾俊叶曾是偶像组合成员 目前以唱片骑士为生 这个男人的突然转变和一个艺术展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 顾俊叶的才华远远超出了偶像的想象 顾俊叶所享有的人气 也远远超出了网友们所能想象的 甚至 黑色和红色 这个表达也是红色的阴影 尽管在床垫事件 后被人取笑 但顾俊叶的名气 却从那之后大幅提升 不仅弯弯的叶总会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 出厂价更是从2万 暴涨到20万 甚至连韩国都像这位老龄化的明星 发出了邀请 也就是说 他不仅受到了弯弯夜总会的好评 而且出厂价也是暴涨 此次 雷村艺术娱乐公司邀请俊俊叶参加在韩国举办的首个艺术系列活动 该系列由该公司资助 这是将作为Mari on John项目的一部分讲述的第四个故事 该项目将以兔子作为2023年的标志性动物为中心 细看顾俊叶的作品 有些画作或许还能看出远处一只兔子的轮廓 网友们几乎普遍认为 顾俊叶非常全面 隐正需要 他不仅是一名技术娴熟的球员 而且对艺术也有透彻的鉴赏力 他具备着两种品质 大IS迫不及待地投入并帮助他的丈夫推广他们共同经营的公司 这不足为奇 另外顾俊叶提到他每年都会受邀参加画展 事实上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2021年韩国牛年画展仅选出12位作者 其中三位受邀作者是跨界经营的艺术家 这些艺人包括俊俊叶 何正宇和何志愿 此外还拍了一张顾俊叶当时看戏的照片 他戴着军绿色的头饰和迷你军绿色西装 他还穿了一件微型军绿色西装 他站在展品前环顾四周 十分专注地观察着一切 面对女粉丝热切求合影的挑战 顾俊叶没有屈服 他似乎比女粉丝还要激动 笑容灿烂 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他似乎比女仰慕者还高兴 事实上 除了其他女性题材之外 顾俊叶的形象也不少 尽管他的知名度不如当年 但他年轻时建立的名声 让他一直流传至今 活动现场几乎肯定会有 辣妹主动要求合影 一般情况下 他都非常认同他们的要求 顾俊叶不仅在画展上受到 辣妹们的喜爱 在夜店更是成为大家争相拍照的话题 这是因为俱俊叶很漂亮 看到顾俊叶全副武装 双手牵着 身边还围着一群明星打扮的 美少女 人气之高 可想而知 这可能是观众看到顾俊叶时发生的 有传言称 大S的恋情脱为波涛汹涌 她的生活中不仅有陈建周 周渔民 蓝正龙等一众风流运势的女人 而且还和汪小飞结婚十年 事实是 顾俊叶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区别 尽管没有配偶 但演艺营宴并不属于在社会上处于劣势的人 两人如今相识 感情非常好 这份情比尖骇之前 即便是面对如此浩瀚的舆论浪潮对她不利 她依然保持着镇定 我真诚地希望 如果她们真的相爱 她们会牵手一起旅行 永远不会分台